因为现在为小英国家双探的号召政策 我们考虑到车站的一些综合情况 会对个别的下行电梯进行一个节能减排 它有一个停替的时间 一般情况下早上的10点到下午4点 这中间会停掉 晚上的8点以后 大部分的下行电梯都会做一个节能的安排会停掉的 有的会全天停 有的会分段停 一般情况下在早晚高峰时期都是正常开启的 随之电梯都是正常开放的 在这个月月中月初的时候 就是从小范围的实施 后来到稍微大范围 然后到现在基本上 每个站可能都会有关闭的下行主题 我们都会在不断地持续优化当中的 下定了 第一点 compliqué Negói